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是在涂姜粉泥 大家看到的 就是把它均匀的涂 尤其上背部更重要 因为我们一般呼吸困难的时候 那个背部可以涂 那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 甚至前胸也可以涂 但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涂的过程中 还有用眼红外线 还有用电热吹风机 那这个就是让皮肤感觉温暖 我们在涂的时候 它吸收能力就会比较强 第二个也可以不用受风寒 那均匀的涂 重点在上背部 好 那这是涂完姜粉泥之后 那我们来按推的示范 好 这是头部的按推方法 也就是这里头部有三 耳后有三点 那按推的方法 好 大家可以看着影片 现在开始来介绍 头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头部原始点 第一个耳后把耳垂剥开 然后食指测试一下 就在两骨之间靠近耳背 好 大家可以摸摸看 这里有三点 就是沿着这样下来 有三点 好 那我们的工具 是用食指法 直接按推进去 轻轻的按压下去 手不要握得太紧 放轻松 然后握拳 然后直接顶进去 然后开始 用前头像钟摆一样 均匀的来回 方向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跟骨头要平行的 也就是在两骨之间 这样下来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重复一次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好 这一边按完 再按另外一边 一样 耳垂剥开 食指测试一下 好 就在这骨缝之间 这样一点 二点 三点 好 那我们直接按下去 好 按推完后 再按整骨下延 就是从耳垂下面 这里对过来 刚好避开骨头 这一点 然后沿着整骨下延 骨肉交界处 按到脖子的大脖筋 为终点站 好 我示范给大家看 掌心向上 然后身体稍微靠过去 好 这里已经是最后一点 大脖筋 好 再示范一次 如果有必要 再把颈椎这里也按一下 好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这一侧按完之后 另外一侧 好 我们叫患者稍微 再转一下姿势 那我靠过来 好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好 这一边也是一样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好 再来按脖子 这一条 好 这一条 整骨下延按完 还有耳后按完之后 头部原则上 已经都解决了 那如果有哪里特别痛 只要多按几下 然后再温敷 头部的症状都可以管理到 好 另外 上背部的按推方法 是从这里 一路按到这里来 那我们一开始可以用这样的手法 那同侧也可以这样按 那同侧也可以这样按 好 这一边再示范一次 至于背部 这个上背部 这里 位置在 大家轻轻的用食指摸 哦 这里是骨头 骨头旁开一直宽 两侧都是这样找 那两侧都是这样按下来 哎一点哎一点的下来 好 这时候掌心向下 用手肘 然后前后 另外一侧 也可以坐到另外一边 来按 一样身体稍微转过来 然后掌心向下 然后就在脊椎 旁开一直宽 哦 这里的 筋上 哦 这样按推 好 这样按完再舒缓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重复一次 如果这两条 脚 上背部 或从这里到这里 如果以前的站 站姿也可以 这样按 好 按完之后 我们再舒缓 也就是再解释一下 如果头部所有的症状 包括头痛 流鼻水 哦 咳嗽 咳嗽还要按到上背部哦 就是呼吸困难也是上背部 那头部有关的问题 包括颜面神经麻痹的问题 都是按推 头部原始点 耳后在这里 还有整骨下延 然后再到颈椎 然后呼吸道的问题 就是按到上背部来 包括呼吸急促困难 这些都上背部脊椎两侧 按完再温敷 这些症状都可以得到 很快的慢慢缓解 人也会比较舒服 然后再温敷 温敷也就是 可以用电热器 像这种电热器 或是红豆袋 微波之后把它温敷 还有软贴 隔着衣服温敷 不要直接接触皮肤 怕烫伤 好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到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先涂姜粉泥 那如果感染到 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还要用姜粉 喷鼻子 喷进去 这些包括鼻塞 流鼻水 甚至咳嗽 这些症状 很快也会得到改善 那流感之后 一些怕人啊 疲惫啊 因为你这样的温敷 也很快会恢复 好 那涂姜粉泥 刚刚也示范过了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看 怎么来制作姜粉泥 姜粉泥制作法 微波炉 我们现在来介绍 姜粉泥的制作 那我们用最简易的方法 用微波炉制作 那么像我这边 有好几个容器 不管是我们用这样小杯子的 或者你用条根 比喻都用1比5来做 我现在用这个杯子来做示范 我把姜粉稍微压一下 比较实 要不然下面会空空的 压好了这一个 这个杯子的姜粉 这就是1 我把这个1倒过来 好 这是1 那现在呢 我做装姜水 要1比5 所以我现在就用5杯的姜水 1杯 2杯 3杯 4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均匀 要把这些颗粒都要拌均匀 不要有颗粒状 好 这样拌均匀以后 我们现在先用微波炉 我们先打1分钟 好 这1分钟以后 我们把它拌均匀 旁边会比较干的地方 也是一样再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再继续再打1分钟 好 第二次的1分钟 我们打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旁边比较干了 那中间还是很多水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旁边的跟中间的 还要再把它拌均匀 这时候已经比较粘了 好 接下来我们拌得很均匀以后 把旁边的干的都拨到中间来 我们这样子再继续打30秒 为什么不要一次打1分钟呢 如果我们等一下打1分钟呢 它旁边会很快就很干 所以我们用30秒30秒 我们还可以把它拌得很均匀 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我们就先打30秒 好 我们现在看 现在打出来的就是这样 就更干了 那我们把它再拌一下 这时候旁边比较硬了 然后中间呢还是有很多水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旁边的跟中间的 这些颗粒都把它均匀的再和一和 好 这样子我们就差不多再打一次30秒 好 看了这个干度就是差不多是我们要的了 所以我们打了两次的1分钟 然后两次的30秒 那基本上后面的30秒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像我现在这样子它还是有点湿 好 这种情况 那我大概还可以再打个20秒 好 这样推的时候已经有点阻力了 很干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 现在打出来呢就非常的热 要让它凉一下 但是微波乳打出来的姜泥呢 现做现用 如果过一下子它就会变成很干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微波打出来的姜粉泥 很方便 然后这样子的湿度黏度 在涂抹上呢它刚好是最容易吸收 又最容易推开 我来示范给大家看 这样子的湿度 黏度 还有温度 刚刚好 在这边这样揉搓 这样把它推开 完全吸收 而且连一点渣都没有 所以我们放在背上啦 放在任何我们的患处 就是这样用力把它推开 用力推 完全吸收进去 刚才示范的姜粉泥是用在涂抹 按推皮肤上面 如果是灌肠用的姜粉泥呢 就要比较稀一点 姜粉和姜汤或者水的比率呢 就从1比5到1比7左右 这是体积比 那么如果是重量比的话呢 就是1比10到1比12 如果我们是用5克姜粉 制作的姜粉泥 加热的时间大概1到2分钟 就加热到比较稀的糊状 这个比例供大家参考 因为每一台微波炉的功率也不一样 时间比率给各位参考 不过姜粉泥的制作呢 以干姜粉煮烂熟透 没有颗粒为原则 如果姜粉泥两天没有用完 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使用的时候再加热就可以了 好 刚刚视频大家也看了 好 就是涂姜粉泥 还有制作姜粉泥 还有喷鼻 一般如果刚开始 还没有得到新冠病毒 那在家里人做的 就是可以先把头部原始点 按一按 然后如果有痛点的地方 一定记得一定要多按几下 然后再配合外热源温敷 上背部也是一样 那这样如果痛点都解除了 简单讲 你就不至于会被感染 如果感染了 那也没关系 一般不会有症状 即便有症状也很轻 也可以再重复这些动作 就可以改善 好 那喷鼻是当你一旦感染了 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先喷鼻 姜粉喷鼻 这个是最快速的 然后包括喉咙痛 也很快就可以修复 那如果到了更严重的时候 你没有喷鼻 让它再进一步到肺部的时候 呼吸道 那时候你可能有咳嗽了 或是呼吸困难 那这样上背部涂姜粉泥 背部的涂就必须要 那这样一层一层下来 一般效果很不错 当然这期间也有很多 各地的案例都在分享 用原始点新冠肺炎处理的 这些好转的过程 但我们今天就不播了 另外就是 基金会的手册有提到 就是我们直播 都是在我们的公众网 但是很多人因为 就是我即便今天直播 我也听说有一些人 就是把我们 我的影片放在 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网站上 我认为这个是不应该的 刚刚也有人传来这样的 那我想我还是要把 基金会的一些原则 跟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来看 这个我手册都有写 我研发原始点医学 把它无偿地奉献给全人类 供大家免费学习应用 但是原始点医学相关所有资料 包括原始点医学书籍 及内容 音频 文章 案例等 都具有版权 受法律保护 未经我基金会的授权 不得随便引用或整理发布 现在很多人自行整理发布 原始点资料 有些甚至对我的医书进行改编 分析 出书 入程 视频 音讯等 广为传播 让大众无所适从 不清楚哪一家发布的 哪些内容是正确的 我担心原始点医学 这个法会被扭曲 不能得到正确地传播 反而误导大众 疑悟病情 为保证原始点的纯正性 及权威性 指导性 各地推广机构 均应以基金会发布的资料 及案例作为标准教材 不需要重新编辑整理 再次声明 基金会所有资料都具有版权 任何个人或单位 不得以任何形式随便引用 抄袭或整理 我们委托律师维权 希望原始点医学 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更好为大众服务 好 那基金会的网站 在大陆方面有一个公众网 原始点医学公众网 大家可以上这个网 这是基金会唯一授权的 一个网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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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